女友听闺蜜的话 说我吓头 恶心 还害死我 生命最后一刻 我拉着她闺蜜 共赴黄泉 一朝重生 我们尽身份互换 她尖叫 喂 你别乱来啊 我呲牙一笑 吓都难 你说的吗 证文开始 在我29岁这天 我死了 时间回溯一小时前 我开车到女友白青青的公司接她吃饭 旁边放着青青最爱的玫瑰花 里面包着个精致的盒子 今天 我要向她求婚 到了公司楼下 白青青和她的闺蜜林素亚 一起钻进我的车 不是说好过二人世界吗 我一顿 但还是面色如常 跟林素亚打了招呼 往餐厅出发 不是我小切 是我真觉得 她这闺蜜太事了 几乎每次 我跟青青约会 她都要在一起 哪怕人不在 也会开着视频 当无限灯泡 这就算了 还喜欢挑刺 今天的鱼不新鲜 那天的花不好看 有一次 甚至说我衣服颜色 跟青青不相配 愣是拉着她回家了 希望今天别出什么幺蛾子 我默默气道 然而 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我单膝下跪 青青眼含热泪 手缓缓伸向我那一刻 林素亚开口了 嘖嘖嘖 所有人目光转移到她身上 她咋咋嘴 一脸不屑 望着我手中两颗拉的钻剑 低于三颗拉的钻石 都是垃圾 青青的手一抖 缩了回去 我连忙拉住她 青青 虽然我现在没有太多的钱买钻剑 但我可以努力 以后给你买更好的 青青犹豫不决 林素亚再度开口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没诚意 下头 青青我们走 说着 她就来拽青青 我自然不肯 搭着青青另一只手跟她争论 争之间 林素亚伸出手冲我 抓了过来 我下意识躲开 猛地撞向身后玻璃窗 哗啦啦 玻璃碎如雨点卸下 窗外车水满龙 最后一刻 在所有人尖叫声中 我拽着林素亚 向后倒去 好消息 我没死 坏消息 我成了林素亚 而我原本的身体 还在昏迷中 并床上 我看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拳头越窝越紧 好烦啊 宝 叶昊买了钻件 肯定要向我求婚了 才交往两三年 就想着求婚 再过阵子 岂不是得结婚生娃 然后让你当全职太太 她好在外面花天酒地 可怕 是啊 但我看她手机 已经买了钻石了 只不过是两颗拉的 哎 两颗拉 看不起谁呢 你这么善良 肯定不好拒绝 明天我跟你一起 不能让她就这么得逞了 白轻轻发来一个轻轻表情 结束了对话 在网上 两个人对话中 除了日常生活 我名字的出现率也不低 反正她是孤儿 你让她把房子 过户到你名下 应该没问题 天哪 不就是找她 买了三四个包包吗 几十万念了两三次了 下头 让她把工资卡交给你 以防万一 我从开始的震惊 愤怒 到最后逐渐麻木 聊天记录看完 我的心已经一片冰了 苏雅 你醒了 白轻轻穿着低领口的贴身短裙 走了进来 脸上化着精致的妆 她一上来就挽着我 亮出手机屏幕 里面是个寸头肌肉籃 怎么样 约我今晚吃饭呢 给个意见呗 我压下心头火气 到 夜号海 白轻轻拿手机戳我 你怎么想起来问那货呀 隔医院躺着呢 说起来也是气 据死还拉你垫背 嘿 我怒急返笑 手指头点了点屏幕 行 咱们言归正传说回来 这男的你觉得怎么样 她挑眉 就想了熟练打开某个知名社交软件 打开一条语音 宝贝 想我了吗 白轻轻得意一笑 迅速回复 眉梢都是喜悦 我浑身颤抖 拼命让自己冷静 既然你无情 就别怪我无意了 林素亚跟白轻轻住在一起 这方便了我行动 趁着白轻轻洗澡功夫 我拿她手机 找出肌肉男信息 有钱有言 还是处女做 白轻轻在她面前 称自己母胎单身 对偶像剧那种奇妙缘分 很是向往 希望能找到真爱 肌肉男未表真心 送包送首饰 白轻轻每次说不要 有借口怕浪费收下 我脑子里嗡嗡的 说不出的憋屈感 压抑在心头不上不下 他们在半年前就勾搭上 我头顶都快滤出油了 我按纳住情绪 注册了个小号 将白轻轻和其他男人 合照发给肌肉男 没等她回复 就直接拉黑 有些事不能多说 得让怀疑的种子 慢慢发芽 晚上 白轻轻回来了 她浑身烟久未 一进门就栽倒在沙发上 歪着脑袋吐 我提起她脑袋 只见白轻轻两只眼睛 一清一紫 煞是好笑 她哗的一声抱住我 苏雅 我好气啊 那狗男人不知道从哪知道了 我谈过恋爱 居然灌罪我 回来路上 我还被人打了一顿 气死我了 我掐着手心 才忍住没笑出声 这就气死了 还早着呢 也得跟你慢慢玩 经过上次事后 白轻轻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泄愤似的 交友软件完的溜溜鼠 基本每天都要约见一个男人 速度快的 我都无从下手 几个星期后 白轻轻约会对象 终于稳定了下来 按现在说法 这是个优质男 大龄未婚 公司高管 每天就带着白轻轻买买买 我跟踪了他们几次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她对白轻轻 没什么过分举动 平时逛街也不看美女 反而盯着长相不错的男性 走不动的 我找人查她 结果发现 她跟一个男学生成双成对 频繁出入酒店 或许 这就是白轻轻应受到的惩罚 我正纠结着 却不想到了晚上 白轻轻又在聊天找男人 一问之下 她才说她早就知道 优质男不喜欢女人 跟她只是逢场作戏 白轻轻一边手指 飞快戳着键盘 一边撇嘴 无所谓了 大不了婚后搁完搁的 我还能找小奶狗小狼狗 想着也对 到时候白轻轻 如果跟优质男结婚 有了钱 老公也不管自己 那还不得翻天 我大惊失色 不可以 这种好事 绝对不能轮到她头上 我拿到了优质男联系方式 正琢磨着 怎么破坏她俩关系 医院那边就来了电话 我 醒了 在我以林苏亚身份醒来后 我就联系了医生 让他们在 身体苏醒后 第一时间联系我 此时 等身体正抱着枕头 满脸鼻涕眼泪 见到我时突然瞪大眼睛 指着我的手不住颤抖 你 你 我早就把医生应付走了 现在病房就我们两个人 看她那反应 我心中猜测 已证实了八九分 你是 林苏亚 啊 是我 我和你 林苏亚一个枕头扔过来 下头男 你对我做了什么 劝你给我换回去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死 还是这么惹人厌恶 我以着墙 看着她发疯 只是给你点小教训 劝你乖乖听我的 不然 林苏亚静了声 咬牙切齿望着我 我冷笑一声 吐出后面的字 不然 我就去裸奔 追着香飘飘 包着地球里三圈外三圈来回转 你 林苏亚气得说不出话 愣生生将我男子气概十足的脸 摆出了小女生委屈巴巴的模样 别说 还挺住消化 看着就想吐 我将她脑袋转过去 说 第一个任务 继续当白青青舔狗 安排好林苏亚后 我转身去了咖啡馆 靠里的位置 坐着个约莫三十岁 穿着西装 有点秃头的男人 正是跟白青青打得火热的优质男 我走了过去 翻出她跟男学生去酒店的照片 将手机递给她 这位先生 你不想自己的私生活 被别人看到吧 十分钟后 白青青踩着恨天高 气势汹汹向我走来 贱人 她伸出手 想好我的头发 几乎同时 优质男出手了 一把抓住她手臂 匡匡两巴掌 扇得她摔倒在地 嘴角溢出鲜血 张哥 你打我 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 优质男把我护在身后 抄起椅子就要砸她 敢动我女人 看我不弄死你 我暗暗惊叹 看不出这优质男眼睛还可言 白青青被她这阵仗吓着了 愣是瞪着眼睛不敢动 眼瞅着椅子就要落下 一个身影冲了过来 将白青青拉入怀中 青青别怕 来人正是顶着我身体的林苏亚 她手搂白青青 脚也不闲着 直直踹向优质男 后者哀悠一声倒在地上 见识林苏亚还要动手 优质男连滚带爬 冲出咖啡馆 我一边喊着 哎呀真吓人 一边跟着她跑出咖啡馆 躲在拐角处 看着里面一举一 方才我以照片做妖邪 就是为了让优质男 陪我和林苏亚演出大戏 不出所料 缓过神来的白青青 看着林苏亚 有一瞬的失神 然后解释自己 来这里是另有原因 半点没关心 怎么林苏亚突然就醒了 从医院到这里 不过这也省得我找借口 经我受益 林苏亚也表现得很淡定 似乎真信了白青青的鬼话 不得不说 白青青是有那种 屡败屡战的破裂 据林苏亚所说 她手机里游戏 娱乐软件都卸载了 全部换成约猫 爱狗 搜马等各种交友软件 颇有一种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 而我自从上次那事后 就跟白青青闹翻了 搬出公寓 只能在背后默默关心 作为曾经的男友兼闺蜜 我如何能让她这么辛苦 自然是帮她 我故意在她家楼下 跟一个男人约会 男人名叫何北宇 二十八九 有车有房 长得也不烂 白青青看到的时候 我们正在吃牛排 我装作第一次吃的样子 拿着刀叉 不知道如何是好 白青青走了过来 轻易地对我打招呼 哎呀 苏亚 好久不见 你跟阿豪在约会呢 阿豪 谁啊 我愣了会儿 才反应过来 这是白青青的手段 她也不生疏 一屁股把我挤开 自己跟何北宇面对面 看到她后 又像是惊讶地捂住嘴 哎呀 怎么不 哎呀 我说错话了 苏亚 真不好意思啊 她眨巴着大眼睛 看了我又看看何北宇 我坐在这里 会不会打扰你们约会啊 然后有兴趣看着她 白青青更得劲了 拿起我的刀叉 苏亚 你真是被阿豪惯坏了 刀叉都不会用 哎 我教你 她手指纤细白嫩 跟颜色暗沉的牛排 对比鲜明 咯吱咯吱 许是牛肉太老到太顿 白青青每切一下 身子都跟水蛇一样晃动两下 偶尔还发出难以言喻的声音 谢谢 拳头硬了 我找借口去厕所 回头看去 桌子底下两个人的腿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缠在了一起 当天晚上 白青青就给我发来了 她跟何北宇的亲密合照 我故作震惊 你怎么可以这样 白青青 说起来 还要谢谢你 我的好闺蜜 要不是你 我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男人 我默默在心里说了句不客气 这是你应得的 何北宇初中文化 没工作 收入全靠坑蒙拐骗见 最爱吃喝嫖赌打女人 房子车子 不过是她租来坑骗女人的手段 白青青跟她在一块 也算是烂锅配烂盖 绝了 只是我的计划不止如此 在白青青跟何北宇热火朝天时 她对林苏亚态度 就没之前好了 林苏亚原来还有些犹豫 现在看白青青也不由得来气 偏偏又不得不按照我说的做 每天都向我抱怨 我一开始还挺开心 看着她当舔狗受气 后来越想越气 这不就是我之前的形象吗 白青青过得快活 天天跟何北宇在外面吃吃喝喝 大排包包看上一个买一个 人也越来越飘了 我也没闲着 她买一个两万的包 我就晒一个四万的包 她买一双五万的鞋子 我就晒两双二十万的鞋子 反正找人屁图又不贵 白青青四跟我杠上了 喋喋不休找何北宇拿钱 买各种名牌晒朋友圈 何北宇再是装阔气 也被她越发膨胀的欲望吓到了 两个人经常掐架 好几次白青青脸上 都有没消散的巴掌印 她又开始活跃在社交软件上 显然已经不对何北宇 抱有太大希望了 苏醒了 猎杀时刻 我给她发了则消息 等一分钟后 又迅速撤回 白青青回复了个问号 我连忙解释发错了 她却没说什么 按照平时 她再怎么也会呛我几句的 看来 鱼上钩了 我给她发的是一个赌博平台的网址 一点进去就会有大额优惠券 让人充值 前几把哪怕闭着眼睛 买都不见得会输 到了后面 鱼的胃口被越位越大 突然一下断粮了 亏空了 鱼自然会急着到处找尔 跟着设计好的陷阱走 不到两个月 白青青已经找林素亚 借了三次钱了 一面维持着 她表面精致的生活 一面继续往上补博 过了段时间 白青青在找林素亚借钱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人 我在她家附近租了房子 看她最近出门 都戴着帽子口罩 走路躲躲闪闪的 难道她摊上大事了 似乎是为了佐证我的想法 下午时候 一群壮汉就拍响了白青青家门 壮汉嗓门极大 隔老远都能听清楚 我梳理了下 得知白青青借了网贷 已经逾期一个多月了 金额高达上百万 网贷催款这事不好管 特别是壮汉们 各顶各的大高个 一拳头沙包大小 保安物业都只能眼巴巴看着 帮着他们联系白青青 没一会儿 周围就聚集了一大圈 看热闹的人 还有个买瓜子花生的 我按了几下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没多久 林素亚冲出人群 正面刚上壮汉 尽管我看得到她双腿 正在颤抖 林素亚说 他们这是非法催收 自己已经报警 传来警笛声 壮汉放下狠话 迅速撤离 一场危机迎刃而解 在人群散后 紧闭的大门咔嚓一声 开了 白青青惨白的脸 出现在门后 一见林素亚 嘴巴一撅 骂道 你这几天去哪了 我都联系不上你 要不是你不见了 这些催收的 还不会过来这么快 林素亚回答说 我想着一直这样 也不是办法 就把房子卖了 替你还债 一句话 把白青青整乱了 随后激动地 拉着林素亚的手 先不还债 你信我 我还能翻盘 林素亚点头 我信你 白青青一把扑倒在 林素亚怀里 就知道 你对我最好 林素亚安抚着她 却是话锋一转 不过 白青青盯着她 只见林素亚扯着嘴角 从口袋里 掏出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青青 下给我好吗 乌克拉的钻戒 闪得白青青 眼睛都直了 忙不迭只点头 我愿意我愿意 我在暗处 掏出手机 打开某软件 在9.9包邮订单里 点了个确认收获 如此一来 白青青会更加信任 和依赖林素亚 把她当成冤大头后盾 林素亚以买家 需要办理购房贷款为由 一直拖着白青青 后者再是心急 也只能笑脸相迎 态度好的没话说 此消彼长 对应何北宇那边 她就没那么上心了 何北宇也察觉到了变化 盯白青青越发的紧 我找好机会 叫林素亚给白青青打电话 约她到初闻酒店见面 要给她个惊喜 甚至透露出 消息是跟房款有关 白青青高兴极了 当即找借口 从河北宇身边溜走 彼时 我正跟林素亚 坐在酒店的另一个房间 面前电脑显示着 隔壁250房间的景象 250房间内 之前跟白青青 谈过的优质男张哥 正跟一个男生难舍难分 声音收录的不错 能听到他们谈话 好 等到女人生了啊 我就跟她离婚 咱们正大光明在一起 太好了 到时候 我们就是幸福一家人了 外面传来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我立马给张哥打电话 冒充酒店人员 请他帮忙看下厕所马桶 是否坏了 张哥骂骂咧咧走去厕所 这时 白青青推门而入 看到床上的人盖着被子 以为是林素亚 羞涩地脱了外套 缩紧了被窝 下一秒 啊 两个人同时尖叫出声 白青青捂着胸尖叫 小男生捂着被子尖叫 两人大眼瞪小眼 叫得一声更比一声高 此起彼伏延绵不绝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巨响 碰 门被人大力撞开 何北宇带着一群人堵在门外 脸色阴沉地盯着白青青 这就是你说的 肚子不舒服 要去拿药 白青青浑身哆嗦 说了好几个 我自都凑不出一句话 手机挂断 张哥冲出厕所 目瞪口呆望着床上的 白青青和小男生 又看着何北宇 就插把问号打在脸上了 何北宇此时的脸色 只能用锅底来形容了 咬牙切齿吐出几个字 还两个 说完 大手一挥 他身后的人 乌鸦鸦一片涌进屋里 惨叫声不绝于耳 显示屏面前的我 嘖嘖嘖舌 这声音 不去唱高音可惜了 那惨叫声持续了许久 何北宇拖着浑身伤痕 死狗一样的白青青上了车 张哥和小男生 依偎在床上 鼻青脸肿 眼角还躺着泪 这叫什么事啊 我向林素亚舌个眼色 后者会议 迅速冲进250房间 床上两人惊恐地看着林素亚 搂着对方瑟瑟发抖 还来 林素亚放下狠话 我大哥说了 他最看不惯人骗婚 你们好自为之 张哥二人恍然大悟 似乎明白了 这祸起何处 连忙点头 为了掩饰身份 林素亚说完后 就直接走出酒店 我也正收拾准备出发 突然脑子像 被人用锤子狠狠捶了几下 左右转向 有种灵魂出鞘的飘飘然感觉 的确是灵魂出鞘 我飘了起来 而林素亚身体倒在了地上 轰隆 雷声大作 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我再次吸入林素亚体内 在睁开眼时 我又成了林素亚 看来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何备宇并不信任白青青 直接搬进了她的住处 稍有不顺心 就打骂她 但白青青多有能耐啊 愣是找机会给林素亚发消息 质问那天为什么没来 为什么是别人 林素亚此刻正在我旁边 跟细精附身似的 一拍大腿 提前两小时过来准备 结果一个自称和歌手下的人来了 说我插足你们练情 他们把我拖走揍了一顿 现在还隔一院躺着 电话那头沉默两久 才传出白青青的声音 难道 她早就发现了 故意试探我 白青青怀疑何备宇知道自己要去约会 故意把林素亚毒打一顿 再叫两个人来试探羞辱自己 但为什么 还要多此一举叫人呢 她虽然心中疑惑 但也不敢直接去问何备宇 电话这头 林素亚问道 什么 白青青连忙说 阿浩 那个人根本不是我男朋友 我只有你 你相信我 她是个变态 一直粘着我 你带我走吧 白青青想让我带她去别的城市 一来可以远离何备宇 二来方便用我的卖房钱 给她翻盘 我让林素亚说自己要考虑下 然后挂断电话 要先答应她 再让何备宇知道吗 林素亚挑眉 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如果她知道 到时候 白青青可就死定了 我不禁疑惑 你们不是闺蜜吗 林素亚总监 是啊 我也很不想对付青青 这不是 你要求的吗 可我看着 你还挺开心啊 我没说话 开始有点犹豫 这段时间 白青青已经很惨了 如果我不带她走 那她在河北雨手里 也会生不如死 我要不要添这把火 叮咚 手机突然响了 许久不见的老友发来信息 老叶 恭喜啊 我一头雾水 这哪门子恭喜 却看老友继续发来信息 你这也太忙了 媳妇产检 都不陪着 才跟白青青确认关系那会儿 我带她见过很多朋友 所以老友口中我的媳妇 指的自然是她 手机被我捏得几乎变形 复活后 占据着我身体的林素亚 根本不可能碰白青青 而她怀孕了 还嚷着让我带她走 我都快气笑了 我看起来就这么像 啃别人 吃剩骨头的接盘侠吗 我抬起头 一字一顿跟林素亚说 去 告诉白青青 你考虑好了 今晚就带她远走高飞 晚上九点 火车站 我跟林素亚躲在角落 看着白青青 出现在车站门口 距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20分钟 她却已经急得团团转 一个接一个电话打过来 林素亚一会儿说自己在车上 一会儿说自己堵车 随意敷衍着 又过了十多分钟 白青青实在害怕 自己取了票 想先进站 而这时 何北宇带着人冲进了火车站 剑步如飞 把还差两步 就到捡票口的白青青 抓住往回托 林素亚也在这会儿给她发消息 说自己到了 白青青自然不敢让何北宇知道 自己跟其他人一起逃跑的 一咬牙就把手机扔了 可抬起头 她还是看到了林素亚 林素亚看着白青青 被何北宇一步步拖进车里 惊恶 愤怒 失望 各种表情在脸上轮翻上眼 白青青头也不敢抬 灰溜溜跟着何北宇上了车 发车后 白青青不甘心地回头看 只见林素亚蹲在原地 浑身颤抖 她就这么一直看着 看着 直到车辆行驶的没了声音 林素亚起身 脸上还挂着没褪去的笑意 青青这次可遭老罪了 我转过话题 上次 你也有感觉吧 林素亚一愣 什么感觉 灵魂出窍 快换回来了 她眼里闪过算计 然后呵呵一笑 应该是吧 换回来就正常了 我点头 可别让我发现 你用我的身份搞小动作 不然 她连忙否认 说自己一身清白 绝对不是被地理阴人之辈 我就笑笑不说话 听说白青青被何北宇拖回去后 一顿暴打 连孩子都打掉了 我收拾收拾 带着些水果 敲响了她家门 开门的是何北宇 看到我后 眼前一亮 男人最懂男人 这大冷天 我穿着超短裤 黑丝袜 还卷了个大波浪 不信她不心动 一听我是来看望白青青的 她也没说什么 静止带我去见她 刚打开门 恶臭味就扑了上来 夹杂着搜了的饭态味 还有隐隐的尿味 我憋着气 从一堆脏衣服 和外卖盒子里 找到白青青 喂 醒醒 白青青睁开眼 一见是我 眸中涌起深刻的恨你 猛的就向我扑来 我略一侧身 她扑了个空 自己还摔在了地上 只能不甘心地瞪着我 你来干什么 来看我笑话吗 我点头 是的 不过有个人 来让我给你带句话 她反应倒是快 一把抓住我问 是不是夜号 她说什么了 你告诉她 我真的是迫不得已的 让她把钱给我 我还能翻盘 我将她手指 一根一根搬开 在她耳边轻声说 她说 她放弃你了 她找到个很好的女生 给了对方88万彩礼 买了两套房 去环游世界了 白青青突然大叫 疯了一样 往屋外冲 不行 那些钱都是我的 她怎么可以给别人 就在她握着门把手 要开门时 却突然停住 浑身颤抖 恐惧地望着旁边 她的旁边 正是何北宇 不好意思 让你看笑话了 她向我温和一笑 握着白青青手腕 就往回拖 我很时去 说自己还有事 就先走了 临走前 我把一张 写由我电话的纸条 递给何北宇 你知道我和青青是好朋友 如果青青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哦 她答应下来 切纸条时 有意无意触碰我的手指 鸡皮疙瘩 瞬间爬满全身 天气预报说 今晚有雷阵雨 我躺在床上 闭上眼 默默等待着 当第一道惊雷响起时 之前那种锤子砸脑袋的感觉 再一次袭来 这次感觉更为强烈 浑身都像被一把锯锤敲击着 痛得我几乎昏死过去 直到又一声雷鸣 哗啦啦下雨声 手机响起 来电人士林苏亚 她幸灾乐祸地说 欢迎回到原点 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不用客气哦 说吧就挂了电话 我还没反应过来 却听外面传来人的说话声 居然有男人进女厕所 太可怕了 天啊 真的有变态 快报警 太吓人了 我再一打量 发现这环境 这味道 居然是女厕所 该死的 我顾不上骂人 捏着兰花纸 冲出了厕所和围观人群 然而 林苏亚给我的礼物 远不止于此 第二天 我就收到了催收短信 是林苏亚刷我脸 盗用我身份解的 我找她对质 后者根本不接电话 很好 不接电话 信息总会收吧 我给她发了条视频 不到十分钟 林苏亚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 你居然用我身体做这种事 也没什么 就是忏悔了自己 如何破坏闺蜜感情 勾打闺蜜男友等操作 毕竟更过分的 我也做不出来 我说 咱只是陈叔事实而已 这要是发到网上 指不定你还能成为个小网红吗 林苏亚骂了一句 挂断电话 将欠款都转给了我 来而不往非离也 我收了钱 给她也发了条消息 我也送了你一份大礼包 不用谢 后来两小时 都是林苏亚发的语音炸弹 我看都不看 我送的大礼包 自然就是河北语 再把电话给她当天 她就迫不及待跟我联系 每天嘘寒问暖 体贴入微 我觉得恶心 有一搭没一搭回复 反而激起了她的征服欲 更是对我殷敬 我也似乎真被她柔情打动 两个人开始了秘密交往 换回身体后 我就没跟她联系过 而就在刚才 我把林苏亚的住址发给了她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上门给林苏亚一个惊喜了 那天天气很好 我很明媚 林苏亚打了数十个电话 我没接 最后发来消息 你居然用我的身份 勾搭河北语 我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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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复 相信我 河北语不下头 还能给你买三克拉钻件 她是个好男人 林苏亚 我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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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下手机 眺望远方 无论林苏亚会如何解释 在河北语言里 本就是她主动送上门 自己付出了时间精力 怎么可能让她轻易赖掉 不过说起来 虽是为了惩罚那两渣女 但也太便宜了河北语 我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是诚信贷款吗 你们之前在找的一个老赖 我这里有消息 不出所料 河北语找到了林苏亚 无论对方如何哭喊 都不管不顾 拽着拖回了家 一开始 河北语对她还算好 有吃有喝 除了脾气差 喝了酒会打人 日子倒还凑合过 白青青见河北语 把心思花林苏亚身上了 便找机会想跑 却被林苏亚发现 告知了河北语 换来一顿毒打 出乎意料的是 在几天后 白青青还打电话给我 电话一接通 就传来河北语的声音 喂 你就是白青青前任 睡了我女人这么久 该给点补偿吧 我一时不知道 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的无语 她看我没反应 叫来白青青 她抽气着说 阿浩 求求你 救救我吧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我们结束了 她哭得更大声了 河北语把电话抢过去 对着我大吼大叫 喂 别他妈拽 睡了老子女人就要负责任 你给我等着 最近别出门 我冷笑一声挂断电话 想来找我麻烦 那可得她有这个时间 因为给诚信贷款提供信息 我加了他们工作人员微信 知道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当天下午 河北语的债主就找到了她 揍得那孙子连滚带爬回了屋 怎么骂都不出门 好不容易找到她 催债的肯定不会放弃 在他们屋外泼了红漆 写着还钱 每天派人在外面堵着骂 不仅骂 还给看热闹的左邻右舍 讲述她的各种劣迹 让他们成了小区无人不小的名人 再后来 白青青借钱的债主也来了 两拨人一起堵在门口 他们连菜也买不了 说来也奇怪 都快半个月了 他们门也没出 不知道怎么过了 直到有一次 屋里传来阵阵恶丑 催债的慌了 怕闹出人命 连忙报警 却看到人早就不见了 是满屋子的外卖盒子脏衣服 在散发恶丑 白青青和林苏亚手机号已经停用 我也联系不上他们了 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 无论他们在哪里 都不会过得太好 想到这里 我也舒心了 老天爷可怜我命运多舛 让我有奇遇 跟林苏亚互换身体 成之恶人 现在尘埃落定 我也该去看看这大好河山了 三个月后 我一身躯黑地回到家 啃着面包 突然刷到了一则新闻 女子不堪生活重负 竟在家里饭菜下毒 新闻插图 是三个打了马赛克的尸体 我手一抖 面包掉在地上 那身影 化成灰我也认得 正是白青青 林苏亚 河北宇 底下热屏说 什么一家人啊 这摆明了 是一情侣跟小三 准时吃素就下药了 热屏二 你不知道别乱说 我之前做过催债的 见过他们 肯定是被其他催债的弄死的 热屏三 逝者安息 无意冒犯 我沉默了会儿 重新捡起面包 丢进垃圾桶 好像 连那些过往都丢掉了 再次看到那条消息时 我没有停留 迅速滑走 全文完